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节尾处 作证表达了他的功点 求求中国大爷大妈们 减少出国次数 别让外国人认为 中国人都是这个样子 网络配图在文章的评论区 网友对中国大妈这一现象 存在着不少争议 一些网友纷纷表达不满 凭什么不让大妈出国 个别不文明行为 大厦绷进就出国旅游 不仅采花还站到的大妈 2018年5月 美日邮报发布了一篇关于中国游客心理站的采花 嘻嘻打闹的报道 文章中的中国大妈只顾自己拍照 百分完全不顾其他游客的心情 更不管自己是否影响到车辆正常运行 还有因抢作儿的打出手的大妈 2018年5月 一则有关中国大妈在泰国 因为争抢旅游大妈作为大打出手的事件 再次引爆舆论 这些中国大妈的不文明现象 每每曝光都会让人感觉丢人丢大发了 大类似新闻 近两年一直不见反增 明明惹事儿的只是少数人 大拉低的却可能是整个中国游客群体的印象分 有的网友认为 不能一杆子打死一群人 要撕掉中国大妈的标签 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大妈 2015年11月15日 吴丁在微博报完 为中国大妈们点赞 原来 参偶遇旅行团 目睹到一位大妈在和同伴们不停的念叨 吃自助餐不浪费 自己的垃圾自己清理 文明出国旅行 别让外国人指指点点啊 照片中 游客们在餐厅里当民进餐 竟然有事 无尽微博截图非国人们如下 偶遇旅行团 一位大妈在和同伴们不停的念叨 吃自助餐不浪费 自己的垃圾自己清理 文明出国旅行 别让外国人指指点点啊 给大妈们点个赞 又赤责外国人插队的中国大妈 最近几天 一名中国大妈在巴黎春天摆获的巴黎社交告物时 因为指责了几名外国人的插队现象而被推出了人群 大妈的儿子一看自己母亲被人给推了 直接上前 与几名外国人发生了冲突 结果寡不敌众 被一干人的给群殴 期间巴黎春天的保卫人员还拉偏价 只拉中国人 而放任几名外国人继续过来殴打 又能路见不平 一生吼的大妈 2018年5月 欢安是一男子 王某交通肇事后逃逸 让他想不到的是 他肇事时恰巧被不远处一大妈看到 平时喜欢拍照片 发微信朋友圈的热心大妈 随手拍了张王某的照片 也正是这张照片 张王某在逃逸12个小时后 即现出人形 并于5月14日上午 被怀安市怀印师交警大队抓获 有影响人心的大妈 2014年12月25日 在南宁飞往泰国曼谷的国际航班上 一名泰国男性空城人圆突 发疾病 腹部脚痛 搭乘此次航班的一位中国大妈 与同事成功缓解其痛苦 很多网民认为 柳州大妈在万米高空就人 传递了中国医生的正能量 带着文明出游 如今中国人的钱包变得越来越充裕 足迹也开始越走越远 世外旅游也更是成了中国发展速度最快的产业之一 然而 我们也应当时刻审视自身 五千年文明虎国 利益之邦 带出国的不应该只是消费力 还应该展示出国人的文明 部分中国大妈的却有过很多不光彩的行为 所以今日才会变成一个很容易就能激起网友强烈情绪的特殊名词 美素质不文明的行为确实不对 也的确应该被批评 但是对中国大妈贴标签 其中的批判对提高整个社会的素质并没有实际意义上的帮助 实际上 除了标签化的中国大妈 近几年来 中国出境游游客的种种不文明行为 也在国际上引起广泛议论 而要改变这一局面 需要每个中国游客的努力 这不仅仅关系到个人文明素杨和中国海外形象 更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现代文明素杨和文化软实力 就是论事 就算部分人身上确实存在一定缺点 但并非所有中国大妈都应该承受此等罪名 想想我们周围那些和蔼可亲 勤劳姐姐的大妈 你舍得用低素质 形式粗笔这样的便利一词形容他们吗 来源 中国之声 综合自新华旅游 人民网 百家号 新浪微博新闻 包综合整理 未经受权禁止撰载责任编辑 国体的审客 张颖着急 微信升级以后 找不着新晚报怎么办 小编告诉大家一个方法 每天不见不散哟 苹果手机 如何找到新晚报图 一是怎么找到我们 图案是如何将我们置顶 图一 图二 按着手机如何找到新晚报 在手机设置全线管理或设置安全 全线管理中开通微信的创建桌面快捷方式券线 以上线管理能够方式判施